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实Tension Cost呢就是和市面上很多对象存储的服务是类似的 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优点 一个是稳定和Deerability比较高 就是能够保存数据在一个比较高的容易度上 第二个呢它成本比较低 大家知道在现在云发展成目前这个阶段的对象存储 一直是有一个高效然后低费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它也很方便的使用 然后大家如果对于S3啊 或者对于这个对象存储的很多协议啊 都比较了解的话 其实Cost也是能支持很多RESTful的API的 然后其次就是它有安全 然后可以防止很多DDoS的攻击 最后就是它可以跟腾讯营上很多像CDN啊 或者图片服务啊 或者音视频服务啊 这些能够很原生的去集合 包括也能跟一些腾讯营上的文件系统能够集合起来 所以这是腾讯营Cost目前的一个情况 然后腾讯营Cost呢 在大概是在三年前的时候呢 也发布了这个HadoopCost这样的一个 基于Hadoop文件系统协议 实现的一个文件系统转译的这么一个语义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插件化的应用 然后大家对于如果对于S3A比较熟悉的话 CostN跟S3A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HadoopCost也是实现了一套这个CostN的schema 然后主要是为了Hadoop的compatible file system 去实现一个大数据访问的一个plugin 目前呢HadoopCost的使用者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基本上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跑在腾讯营上的大数据服务呢 都是用HadoopCost或者FlingCost也就是用CostN的schema去访问 这是一个CostN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左边的这个示意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Hadoop file system的这个interface之中呢 Cost 等线Cost在这边实现了一套这个文件系统的这么一套 语言转换怎么一套API 那么其实是可以支持大量的RESTful接口做访问的 然后将一个一个文件写到这个Cost的代开Storage 然后目前呢这个CostN的file system呢 也支持像CostGuard啊这样的一个集成服务 能够对于rename和lit list做一些用法 然后目前的很多应用网 比如说Hadoop的应用网 Sparkling 应用网 Fling啊 Dread啊 包括更多的一些大数据生存态 都是可以跑在CostN上面 那这个CostN呢目前是HadoopCost加FlingCost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就是HadoopCost它在 今年吧发的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基于数据户这么一套加锁 那么HadoopCost的启动方式呢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Hadoop的Coreset里面去增加一些配置项 然后就可以把CostN 也就是HadoopCost这个插件给使用起来 然后文件的路径呢就会像这里用到CostN的schema 然后就基本上就是用DefaultFS去实现 同时呢因为是员上的服务所以是需要去开启Rigion的 同时也是呃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置吧你要去把那个Secret ID和Secret Key可以放在里面 对然后这也是一个 那么其实在腾讯云上呢除了HadoopCost之外呢也实现了一个 呃独立的这个文件系统 独立的产品叫做CHDFS就是Cloud HDFS的意思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Cloud Native的HDFS实现 呃因为呃大家如果对于对象存储比较了解的话也知道对象 存储呃由于它管理元数据和管理这个对象 对方式不同所以跟文件系统呢有一些差异 就算分离的这么一个方案 那么它本身呢 也在这个文件分配上面 按照block去分配 然后每个block会有逻辑的地址 去映射到物理地址上 所以这些呢 跟HDFS都比较相似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 CHDFS这个产品呢 其实是比cost对象存储 能够带来更高的 rename和list的收益 所以在程序营存储cost的 这个产品的scope里面 其实是除了有很多cost的插件 对象存储语 这么一套很多compatible file system的 实现之外 还有一个产品 就是cloud HDFS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在CHFS这个产品之下 我们有一个类似于 元数据加速层的 这么一个产品推出 也是希望能够帮到 到像high planning啊 或者spark spark的一些流程里面 对于rename和list的一些 性能的需求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 我们基于CHDFS呢 也推出了这个文件桶 就对用户来说 它可以去创建 普通的对象桶 也可以去创建一个文件桶 来承载它的数据服务 那么如果创建对象桶的话呢 呃流量就会走到呃这个 CHDFS的bana data store里面 然后它就会用一个呃 竖型结构去管理文件的呃 原数据 然后给文件带来更好的 原数据性能 所以我们管它叫这个 原数据加加速层 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 这个 呃 基于好多cost 我们做的一个 新式的呃 分布式的缓存服务 那么刚才介绍了 这个cost和CHDFS的服务 都是基于呃 存入计算分离的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其实呢 存入计算分离的情况下 数据的本地性 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基于这一点呢 也在数据端做了一个呃 分布式缓存的服务 呃 叫做goosefs 那么这个goosefs呢 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示意图 它其实是支持很多个 不同接口的 比如说hadoop的 的hadoop competual file system的接口啊 然后使用fuse 去支持posex的接口啊 也能支持sn的接口 然后同时呢 嗯 它在后后台 是可以介绍到呃 cost chdfs 和saf的这个集群里面 所以它的这个呃 后后台的这个持久化的 选项可以分为很多种 那么它的 goosefs诞生的含义呢 还是希望 首先帮助这个存入计算分离的 架构里面 那针对部分数据做一些本地的 缓存加加速 同时呢 它也可以针对性的管理 呃 一些值得去加速一些服务 所以它会有一些智能加速啊 或者重点加速的一些功能 那么后面 我们再详细介绍 呃 这个是goosefs的一个大致的 一个架构 呃 写在内存中或者是持久化到rocksdb上去 呃 所以呢 在这个环节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goosefs呢 也是一个分布式的缓存方案 呃 它对上呢是可以接 这里当然只写了spahive 其实还有很多像spahive presto impala 还有has 啊 还有test 都是在这个阶段都已经支持了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正在做去 就是目前在这个table这个选项 就是goosefs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catlog 它可以去管理这个hive 它基于hivemetastore 它是去可以管理hivetable的一些 呃 这个映射关关系啊 包括这个它可以读到hive表的这个呃 原数据这一层 那么呃 我们现在正在也在推出的就是基于iceberg的这个这个 这个table4 format 去呃 换换存 那么这个中间的意义就在于原先 呃 一般的这个分布式缓缓存的方案呢 它是按照file或者按照文件路径来管理呃 缓存内容的 那么就像这样它可以通过一个prefix 啊 这个prefix底下或者subprefix底下的一些file 能够cache到这个缓存就data cache里面去 但是呃 在其实在大数据的很多应用里面 啊 它是按照表来管理这个原原数据的 或者呃 如果能支持cache表的话呢 它的大数据的应用 尤其是像hive这样的应用它会 呃 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在goosefs里面一进退出就 实现了啊 基于这个表来cache 这个 数据到这个分布式缓存里面 我目前呢是支持hive table 啊 下半年呢 应该会支持isberg table和hudi table 对 然后这是一些比较常用的或者比较这个goosefs 推出的一些管理方式 首先呢 goosefs它的schema是gfs 那么呃 它是可以去创建不同的namespace的 那么这里呢 稍微介绍了一下namespace的实际应用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有gfs的这种呃 一些路路径比如说buabubbuc这样的路径啊 它是可以挂载到cosm的文件路径上面的 像这样的文件路径 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namespace去挂载到这个ofs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chfs的文件路径 所以这就是一个呃 我们管它叫统一文件系系统语义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是可以通过namespace这样的逻辑方式去分割呃 管理方式 但它们的数据端呃 其实是挂载在这个cost的那个bucket里面或者文件桶里面 对 然后接下去呢就是write and read的policy 然后这是这这里是一些组合哈 啊我们支持了很多不同的组合呢 第一种就是强一致的这种组合啊 无论是你读写都是强一致的 那么写的时候呢是cash through的 就是在cash里面存一份 然后在终端存储上也会存一份啊 在read里面呢还是reconsist 就是它每次都会去教教验啊 读写就是从底层存储读出来的文件 是不是跟缓存里面是保持一致的啊 那么其他呢包括呃 它可以有这个cash的模式就是读的时候可以有cash的模式 就是先呃 优先读取缓存中的数数据 那么同同时呢 它也可以在写的时候支持async through的模式 就是优先写入缓存 然后写就返回啊 然后通过缓存一部写入终端存储 呃 最后的两种呢是呃 写的时候是must cache和读的时候是cash的模式 那么这两种呢 must cache的时候是呃 只写到换换存里面 是不会写到底层存储里面去的 所以这个呢 首先是呃 基于这个 已知性的模模型 那如果我们的业务模型呢 是需要cash和中端存储是保持强一致的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你有些文件 它是不是通过呃一个goosefs 集中写进去写 或者是直接写到靠cosn或者cdfs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呃 它是可以选择这种模模 这种模式将goosefs里的数据呢 是跟啊cos或者cdfs是保保持实实一致的 呃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有额外的开开开开销 因为它要校验啊 呃 然后呃 如果说是读写都是通过同一个路路径的话呢 是可以选择在读的时候用cash的模式去读 因为呃 在写入如果读写都是走goosefs的话 其实呃 写入的时候在goosefs 在goosefs里面是会存一份的 那么呃 最后一种呢 就是呃 一般在这种临时目录的时候可以去用 就是在呃 比如说spark shuffle的时候 可以将一些数据单纯放在缓缓里面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提高一下读写的一些效果效率啊 然后数据本体性会更好 对 然后呃 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有所提到的这个goose table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goose table呢 也是基于这个highmeta store去搭建的一个呃 table level的原数据管理的这么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其实跟hyperlog是类类似的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呃 基本的流流程 当我们创建完了一个goose的namespace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attach一个db上去 这个db呢 就是这个thriftstore 就是这个呃 所有的这个highmeta store的地址 然后当然这个后面支持hoodi或者iceberg的话 也是会搭建这个thriftstore的这个db上上去的 呃 同时呢我们呃 呃在你搭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db的 either是名字或者是partition 去load这个db到呃缓存中来 然后当然它可以支持freetable和detach db的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呃这个是很有效的可以帮助客户完成 就是呃table级别的这个这个呃缓存预热 包括table partition级别的换存预热 那比较常用的场景呢就是在处理一些报表的时候 呃可能需要预热某一个部门的 在最近一周 他发生了一些数数数数数据的变化 所以这是像针对一些 周周周期性人物 那么假设partition如果是by week 或者by days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按照这个partition 如果去呃在呃 呃weekly或者daily 呃kup之前 把数据预加载到本地的分布式缓存里面去 这样子呢呃 这种weekly或者daily的job呢就会进行的比较快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有效的能够增进 这个呃缓存服务计算端的这么一个case 呃那么我们预期目标呢 下方你去实现houding和iceberg 也是希望能够呃通过适配这样的multi version啊 或者是有呃acid这样的一些操作呢 能够能够实时的第一就是像acid这样的操作 或者upsearch这样的操作能够在改写table的同时 也能直接改写到缓存里面去 那第二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跨version去缓存一些 这个当manifest里面多个version都指向一些file的时候 那么这些file呢可能发布量会更高 所以我们希望有多维度的方式去帮助客户 首先是缓存最值得缓存 最值得放在缓存里面的一些呃文件 然后增强客户的使用体验 对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呃介绍一下这个 goosefs和cost的这个结合点 也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啊 就是goosefs这个分布式缓存的应用 是怎么呃能够透明的架在hadocost 或者cost的schema之后的呃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一张图哈 就是呃我们现在的一个goosefs schema 叫gfs 那么当用户正在使用coosefs的服务 或者ofs就是cfs服务的时候呢 呃其实它是很难去换schema的 因为业务上面可能使用的比较多 然后业务作业比较多 可能很难做p样切切换 那么我们在实现的时候呢 是实现了透明加速这么一个方案 也就是说在呃你的hadoop的就是coset里面 去增加这种配置 把cost的implement呃替换成这个goosefs的hadoop cost 这个时候呢就是呃它就可以将cost的呃 cost的schema所对应的文件也能cache到goosefs里面去 同时呢这样的一些文件呢它是不会改名的 就是它依然会保留cost的原原始的文件路径 但是它是可以拖到goosefs的呃换成这个physical的区域里面去的 所以呢呃包括ofs也是这样去支持的就是chfs产品也是这样去支持的 所以无论是各位用这个cost的产品还是chfs的产品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个coset里面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配置 呃同时呢把goosefs已经拉拉起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缓缓存加速的这么一个功能 呃然后在这个蓝色的highlight的这这条路径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整个goosefs加上cost的区域加加速和chfs的这个文件 筒加加速都在hadoocost的这个呃文件路径里面去加加速起来 呃然后要重点说一下这个三层加速的这么一个功能吧 就是当呃当你比如说去创建一个costbucket起来之后 你可能会利用costn的这个实现把它挂载到一个hadoop的应用上 或者hadoopcompatiblefilesystem的一个应用上 那么呃数据已经写物量很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假设你发现呃业务上面是需要去加速啊 或者需要去做升级的呃那么这个时候呢 首先在costn的层面呢你可以利用这个page 将这个数据cash到goosefs里面 那么其次呢在cost的阶段呢你也可以去创建或者迁移 所谓对象的统力的服务到一个文件统力 那么呃把这个转数据加速也开启起来 然后目前cost也在呃也也也研发即将出版一个cost区域加加加加速器 就比如说呃数据在跨区域的呃不同的bucket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数据本身是可以拉到同一个 这个cost区域的加速器里面在本地在本az去做加速 那么这三个呢其实对于使用者来说 他依然还维持着costn加costbucket的这么一个组合 啊你的账户里面是很多配置是不用动的 那么呃在这个整个大的组合不变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享受到三层加速就是goosefs加上az加加速器 加上呃文件筒加速这么三个应用结合了起来 然后这三个呢也是plugable的就是任何一个呢都是可以disable掉的 对好然后接下去我们介绍一下goosefs的一些呃 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功能吧首先就是他支持的这个原子性的cache 那么这个原子性的cache呢怎么理解呃如果假设我们有现在有两个子母录 一个是a-b一个是a-c那么他们都在父母录-a底下 那这个时候呢呃a-b呢其实已经在goosefs里面了 那么a-c还没有对所以现在呢呃使用者说我要去load out的a-c的命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在goosefs内内内部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文件路径 叫做-c呃就-a-c然后它是显示在一个loading的过程中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呃goosefs的这个呃原子性cache的功能 如果开开启的话那么当你在list-a的时候实际上是只能看到-a-b的 因为-a-c还在loading的过程中虽然文件是逐步去写写写入的 但是它不会呃给到用户去看用户在上层应用在跑的时候 它依然只能看到已经呃完全load这么一个-a-b的这个路路径 直到-cload成功之后这个时候用户在做list-a的时候 那么-a-b和-a-c都可以呃被用户看到 同时呢我们这个呃原子性cache呢也是支持断点续续传功能的 呃也呃最近也是推出了新的一个就比如说-c 它无论是呃缓存的这个容量不够了或者说是网络有问题了 我们没有把-c全部缓存下来也是可以呃这个配置一个expire time 然后这个expire time完了之后呢如果还是没有-c还是没有load成功 是会系统会自动去clean up这个呃一些中间的脏脏数据 保证这个缓存恢复到这个load-a-c之前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是支持一个ttl的清理 对然后接下去是goosefs的一些部署的形态啊 比如说一些常见的在夜妈的环境下去做部署的时候呢 呃goosefs也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分布式的缓缓存 所以它是实现的时候呢是有master和walker 这样的一个呃一组多多重的这种方式的啊 所以呢它在部署的时候呢是可以将这个master和resource manager 部署到一起啊然后在如果像比如说在spark的话 那么它的worker和executor就会部署在一个节点上面 或者在一个一个node上面那这个时候呢 spark的executor它会包含goosefs client 那么它会尽量的去读取本地化的一些worker的数据 就是可以实现一些短短路度的这么一个呃优化 然后呃goosefs呢也是呃支持ha的呃 它可以支持zk的呃用zk实现的ha也可以去支持这个 这个rapt实现的h然后目前我们也正在做goosefs的这个fed federation啊这些功能呢其实都是呃假设在这里spark 可以呢是访问hadoop cost的应用的呃也是可以通过刚才的page 直接呃访问到goosefs的worker里面对于业务层是可以做到灵感值的 呃然后这个是tke tke就是在腾讯语言上的一个k8s的服务 那么在tke上呢我们也是已经支持了这个呃goosefs的round round round到这个fluid的这个呃部署框架上面 那么呃利用fluid呢就可以在k8s里面呃直接的将这个goosefs作为这个部署的step之一 然后一起去做拉拉起那么跟刚才的这个emr有点像 就是他的这个每个pod里面就在同一个物理节点上面呃这个 业务的这个pod可以访问这个goosefs的worker的pod 然后数数据本体性能就会有所增强 对然后呃也是可以通过k8s的demon set去这个控控控控制每一个节点上面 只会出现一个goosefsworker对像这一个呢就部署起来会很简单 那么也就是在k8s拉起的时候的一个步步步 然后呃最后呢就是在这个tetherflow的应用上面呢我们也是可以用goosefs 利用goosefs的fuse去对接一个posex有意 将这个worker和这个tetherflowworker部署在同一个节点上面 呃如果是容容计划的呢目前我们用k8s 就是用tke的这套部署方式呢也是可以起来的 对 然后当然他们最后都是利用这个adocost写到呃cost的文件桶或者对象桶里面 啊这个是呃腾讯营上整个针对数据壶的这么一个规划啊 呃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数据壶的话呢它的数据底座还是放在腾讯对象层主cost上面的 啊无论是文件桶还是对象桶都是承载大量的数据文件 那么在etl导入就是data ingestion的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呃 基于flink做的oceanus的产品也有spark的产品也有这个data lake formation的产品 将数据导入到这个data warehouse里面 那么这个这个data warehouse也是基于这个呃腾讯对象存储cost 去做的 那么呃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goosefs就基于hadoop cost 推出的一个新的goosefs的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缓缓存的产品里面呢 也是希望去针对这个呃呃 data lake house这样一个data scope 存在的一个大量的存酸分离方案的这种视线里面 去增强数据的io的访问粉底性啊 包括去缓解这个大规模的小文件的读读写啊 这些啊 啊所以在后台应用的时候呢 也有像dlc就是这种data lake的computer 它的这么一个应用 然后有press很多presto应用啊 包括腾讯上正在推出的一些ti的就是呃 这个tensor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这样的一个服务啊 tensorflow的服务啊 然后包括很多其他像es啊或者hbase啊 这样的服务都会啊 跟这个生态就逐渐结合起来 对 然后所谓现在呢这个cost的goosefs呢 第一个版本也发发布了 那么有一些产品介绍在这个release的note里面 啊下来的话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材料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goosefs整个产品的介绍 对 然后这个是因为是线上的会议 所以我留了我个人的这个邮箱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发到这个邮箱里面来 然后呃这个是腾讯云存储的一个公众号 然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云存储 或者对于数据服务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加入呃 tensor team 然后可以呃这个扫这个二维码 来了解一下腾讯云的 腾讯云存储的一些发展的情况 然后或者把有有邮件发到 teammechan at tencent.com 然后来呃进行下一步的沟沟通 对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